各位SUPERMOTO8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每週聊新聞的單元 ZIV又到了我們一週見面一次的時候 今年幾八月 太胸虛 而且這個端午節乾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到粽子 我們沒吃到 對我們兩個都沒有吃到 因為我們都沒有回家 北漂南連回家都回不去 實在是有點痛苦 希望疫情可以趕快過去 大家沒事也乖乖待在家 不要出門趴趴走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就是Honda CRF300L Rally雙車評測 我們可能還是大學生的時候 台灣要買到正牌的越野車 算相對困難 對可能就只有像我家以前有 像這個VR250這種車而已 那我覺得這一次這個CRF雙車 而且是黃牌的越野車 非常棒的選擇 其實這台車 我們已經在前陣子的時候做過 簡單的試駕分享了 所以車輛有哪一些不一樣 哪一些細節跟車輛介紹 大家可以來看看我們的文章報答 我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實際的騎乘感受 對我覺得騎起來兩台車 我個人比較喜歡 我是喜歡L的這種標準越野版 哎呦 我自己在騎之前 我原本喜歡Rally 我覺得Rally看起來很帥 我實際騎乘過後 我比較喜歡L的騎乘感覺 是喔 可是你不是一直嫌隙 他那個騎起來很不穩定 因為Rally也沒有穩定到哪裡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一般的騎士 如果是標準接車的騎士 你會覺得那個輪胎 特別是這個巧克力胎 在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很恐怖 對我們現在講的都是道路上 on road的騎乘 因為其實我們那天剛拿到車的時候 我們就進行這個快速道路的移動 在移動上加上那個車很行 里程數才100公里 是 那個不安定感很像是你在冰上騎車 滑到一個整台車是浮的 你知道嗎 然後你時速大概80之後 過快速道路的那種微微的彎 那個龍頭會動你知道嗎 對這個就是我說 因為他這個輪胎的關係 他的邊邊的接觸面 跟你傳統的這種接車胎就是不一樣 是 那我繼續分享道路的騎乘好了 那在經過比較長時間的騎乘 他輪胎可能因為磨開之後 整體的抓地力有明顯的提升 對 我認為在山路上的安心感就高尚不少 那當然如果你追求那種極致的操控的話 前後換17吋溫框 加上熱血的光頭台 可能會是最好最棒的選擇 那至於兩台車在道路上的騎乘差異 我認為Rally版當然是舒服非常多 第一他椅墊比較寬大 他的把手跟腳踏的震動也沒那麼多 那L版的部分比較輕巧一點 但是他的椅墊相當的瘦窄 導致我們屁股的舒適度很差 那另外就是他把手的震動也很大 我覺得兩台車在這個越野的部分 因為越野部分我騎比較多一點 我覺得在越野方面就是L完勝Rally 沒錯 對因為L版他車頭更輕盈的關係 所以你在一些這種比較 路面比較爛的情況下 甚至是這種下坡 你的車頭的感覺會比較好 比起Rally的感覺 這一點我覺得也蠻明顯 因為我是越野菜肌 在越野道路的時候 我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L可以跟著我想去的地方走 我轉動龍頭是很輕鬆 那至於Rally版的部分 因為他外觀有點不一樣 車重也比較重一點 所以整體那種隨心所欲的操控感 就比較降低了一些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兩台車的板件的材質不一樣 對因為L版用的是這種軟質的塑膠 然後Rally用的是硬質的塑膠 你只要一摔車了 軟質塑膠可以凹 但硬質塑膠就會直接破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越野的玩家需求的話 還是建議選L版比較好 對如果你想要舒適通勤的話 我真心認為兩台車都不太適合 如果你純通勤 那車真的說真的沒有那麼舒服 所以不知道大家會怎麼選擇 後來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接下來就來看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就是Hasquana Star P.250 21.3萬 正式發表 全新的Hasquana車款終於再度在台灣跟大家見面了 對 本次就是由全新的總代理安東貿易導入的 就算是第二波新車 是而且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車 這種白牌250 沒錯因為他擁有這個 幹講路權優勢會不會被網友幹掉 而且我覺得白牌車款 在台灣有停車成本更低 而且你也不用擔心 5年驗一次車 10年驗兩次車的這種驗車煩人的過程 而且我覺得最棒的是 Hasquana這顆250的引擎 就是源自於KDM的250 Duke 還有31P的最大馬力 這真的很亮 騎起來非常的爽 我們先來講講外觀好了 他就是維持Hasquana當家的黑件造型 也就是說他是比較越野走向的一台 算是運動街車的設備 他比較像Scrumbler這種風格 沒錯 像是我們可以在外觀上面看到 這種顆粒比較大的輪胎 另外他的把手也會比較高聳一點 我覺得這樣的騎乘姿勢是比較討喜的 因為我們過往試過這個白箭401 那個車真的是像地獄一樣 分離靶看起來很帥 可是你騎乘的時候就是超級無敵趴 再加上他的油箱相對比較放一點 所以胯下就非常的痛 實在是不舒服 我自己個人還對這個黑鏡 你還蠻有興趣的 還蠻想騎乞看這車子 而且他騎乞他的配備 像是懸吊跟煞車也都配的不錯對不對 對 他懸吊配的是WP的43MM導力4000X 以及同樣是WP的後中置單槍後避震 了解 他的乾重只有153公斤 同時他的AVS也是為了符合 他有點越野外觀的設定 所以他擁有一個RODE ABS 跟SUPERMOTO ABS的設定 好那我覺得最後我們來分享 就是他的建議售價 21.3萬 你覺得你會買嗎 我覺得有點貴 對我覺得我記得KTM的250 Duke 是19.8嗎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這兩台車外型上非常的不一樣 KTM的250 Duke 我覺得塑料感比較重 比較像是比較入門的玩具 Hasquara的各部件質感 看起來都比較好一些 比較有高級車的質感 所以我認為多付出一點點售價 也算是合情合力的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到安東貿易 旗下經銷商去洽詢 目前還有加進金品禮券3000塊 有興趣的朋友不要錯過了 最後就讓我們看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 就是雙鋼賽道斯 50萬有找 Apulia RS660 Trofeo 海外上市 Trofeo是什麼東西啊 Trofeo其實就是他們意大利文的Trophy 就是獎盃的意思 那他們幹嘛不用Cup 就是跟那個有些Cup 像那個保時捷的9119Cup成款 Cup聽起來就比較low 他們就杯子 然後Trophy是獎盃 兩個東西不一樣 德國人可能不太會講英文 那這樣大家應該就簡單理解 這是一台針對賽道 或者是熱血騎士定位的車款 對沒有錯 他們就是Apulia 他們其實RS660推出之後 他們很快在國內跟美國 他們有這雙鋼的這種俱樂部級的比賽 是 那他們就推出了這個RS660的Trofeo車型 他做了一些小幅度的改裝 並且把一些針對這個道路騎乘 不需要的裝備 像大燈啊什麼話就把它拆掉 那專門推出這個賽道版 讓這些有需要的這些騎士來購買 原來如此 而且我覺得他的推出時間 非常的引人聯想 因為他就在YAMAHA R7推出了幾天後 然後緊接著做出一些 算是反擊或者是炒熱市場的動作 對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改了哪些地方 他首先呢 他換上了來自這個Olinx的前後懸吊 那並且配了這個SC Project的排氣管 然後還有備耐力的輪胎 哦 所以簡單來講 他就是在懸吊的部分做一些爭槍 我記得ECU好像也有調整對不對 是他引擎部分 他也換上了這個賽道專用的ECU 那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Aprilia的RS660本來就是該級巨重 算是姿勢蠻戰鬥 車子的設定也是走運動取向 那再加上他們的電控系統 是給好給慢的意思 是 而且我覺得他這次很特別 他在這個賽道版上面 他還留了這個很大面積的TFT儀表 哦 對 然後並且他在除了這個儀表 跟他這個握法上面的控制鈕式外 他在左手部分 他還加入了一個這個賽道 不過我據聽我們常見的這個控制按鍵 哦 有點像MM巧克力的控制 對 那雖然這台車跟台灣可能沒什麼直接的緣分 那他建議售價怎麼樣 他建議售價在歐洲開出來是14700歐元 那換算台幣大概49.5萬 所以50萬有早 怎麼好像跟台灣一般版的售價差不多 對 但他就是賽車嘛 他沒有辦法領牌 所以我覺得他說不定也少了一些 這個可能進來台灣需要檢驗的程序 哦 沒錯 可是我們話說回來 台灣的RS660好像似乎還沒有交車的樣子 對 我記得好像還沒有看到一個交車的事 對 那或許在RS660台灣遲遲未交車的前提下 總代理搞不好也會引進這50萬的賽道玩具 對 而且我記得TTR就是漫倒TT比賽 好像有專門為660組別 像R7以及RS660 去新增一個新的組別 所以未來我們可能可以看到他們在漫倒TT上面奔駛 對 所以這也代表雙缸660700左右這個集軍越來越熱烈 或許未來會有更多符合台灣市場消費者期待的車款出現 以上就是我們本週三則熱門新聞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下週見 拜拜 拜拜